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继续我们上一集谈到的内容 继续说说这位太后刘娥 上一集我们提到啊 后世的史学家对刘娥有过这么一句评价 说他有屡武之才无屡武之恶 今天呢 我们就围绕这两句话 咱们再说说刘娥 同时呢 我们也要更深一步的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那么这个刘娥有没有屡武之心呢 他到底有没有想过要当皇上 咱们先说这个有屡武之才 就说在政治方面 宋真宗后期呢 实际上已经是刘娥在执掌朝政 独掌朝纲 但是呢 毕竟宋真宗还在 这些大臣们 即使对刘娥有些许不满 也是敢怒不敢言 但是宋真宗驾崩以后 这个局势就立刻就转变了 这个权力不会像那么自然的就继续让刘娥掌控着 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很多 甚至在中国的现代史中都有出现过这种例子 就是那个皇上 死了以后 以前执掌朝政的那些那个那个女人 他的妻子未必能够继续的掌权 甚至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 刘娥也一样 那些大臣们早就对刘娥不满 然后在宋真宗死以后 刘娥并没有很快的接管权力 而权力当时却被一个叫丁卫大臣 是当时的宰相掌控着 这丁卫是谁呀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但是丁卫呢 他跟一句成语很有关系 跟大家聊聊 这丁卫啊 曾经做过参知正事 相当于副宰相 当时的宰相是谁 是寇准 有一天啊 寇准跟丁卫啊 还有诸多大臣们在一起吃饭喝酒欢宴 然后呢 寇准呢 是个美然姑 然后喝那个菜汤的时候呢 不小心那个菜汤啊 就拉拉在这胡子上 这时候丁卫就走上前来 用自己的袍袖 为扣准擦拭那胡子上的菜汤 哎 当时扣准呢 就对丁卫说 很不客气的对丁卫说 说你堂堂一个参知正事 负载相是国家领导人呢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啊 你这个太不自重了 当时弄得丁卫很下不来台 以后这就变成了一句成语的前前两个字叫什么 叫溜须 溜须就是从这来的啊 拍马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这丁卫啊 确实是属于情商很高的人 后来他也成功的把扣准赶 赶出了那个朝廷 给被贬到了亚洲 当然了 这个背后也有刘娥的作用 这时候可能大家会说了 这刘娥不对吧 这刘娥怎么会跟扣准成为对头呢 扣准可是 可是北宋明臣是一个好人啊 是一个好宰相 扣准确实有很多的功绩 这个不容置疑 他劝宋真宗跟辽国签订缠冤之盟 确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而且这人极为聪明 智商很高 情商很低 又特别刚毕自拥 其实扣准被贬 是因为扣准 他想策立太子 然后拥宋真宗为太上皇 然后把这刘娥 赌掌朝刚这局面彻底结束 他是想做这件事情 大家现在想一想 如果扣准真的成功了 他真的把太子拥到了前台 把宋真宗逼到了 逼成太上皇 把刘娥杀死 或者给他彻底的软禁起来 那么北宋的江山就真的稳固吗 那么还会有后面的人宗的清明的朝代 未必会有吧 因为一个太子 那么年幼的太子继位 朝中的大权会被谁掌控 那么整个政治的走势又会怎么样 这都是很难说的 所以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不能单看他一点一滴 要一全面的看 扣准有他的功绩 也有他的不足 比如扣准每日婚宴 现在看起来就跟那贪官没什么太大区别 当然了 不能贬低扣准在历史上的功绩 这个咱们又 我是又走偏了 我一会儿我再溜达回来 扣准呢 后来被贬到了 很远的地方 最后也没有在他生前能够回到中原 这是扣准 丁卫呢 把扣准驱逐以后 丁卫就做了宰相 等到宋真宗一死 丁卫就把朝权拿到了手里头 他跟刘太后人宗皇帝已经达成了协议 刘太后他们也同意了 就是每七天只临朝一天 等于权力已经被架空了 但是刘娥忍了 他知道当时的丁卫 可以说是权倾朝野 他忍了 最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利用一次机会 把丁卫啊 李迪这一党就全部去除数据了 丁卫给贬到了亚洲 亚洲是哪儿 在海南 就让丁卫一边吃了海南鸡饭 一边等着那个苏式去了 后来就过了很多年 五年以后苏式还真的也被贬到了海南 但是那时候的丁卫已经凉了 已经再也不能吃海南鸡饭了 在政治上呢 刘娥呢 还澄清了励志啊 曾经有一传说不知真假啊 说刘娥曾经让那帮大臣啊 那些大臣们啊 写把你的亲戚朋友都写下来 将来我要是升官的时候 我首先考虑他们 因为你们祝愿爱卿实在是太辛苦了 我要让你们福音后代 子孙和周围的人呢 于是呢 那些大臣们就把自己的那个关系网都列出来了啊 然后这刘娥就把这个关系网 贴在那个朝堂 贴在自己的那个内功的墙壁上 每次要是临选官员的时候 他都看看 这官员是在这个网里的 他就不选 这十一传说啊 不知真假 但是呢也说明 刘娥在澄清官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而且他还健全了科举制度 增加了五举 这个上级咱们都说过 这是在政治方面 刘娥就慢慢的掌控了权力啊 而且他做的一些政绩也是有口皆为啊 慢慢的他的他的政治上越来越稳定 在经济上是什么呢 在经济上不得不提的就是交子 这交子啊 我真得跟大家聊聊这个交子 哪怕多说几分钟 这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这大家可能知道 中国历史上呢 以前在汉武帝的时候 曾经出现过一种叫白鹿皮钱 这是汉武帝那时候 因为军费紧张 发行的这么一种钱秘 叫白鹿皮钱 是从那个皇宫的后院里养的白鹿 把那白鹿杀了以后 从那个一块一块搁起来 搁起来那个皮 都做成一个一样的尺寸 能成钱 能成钱的样子 这个就标着这只多少钱 就这么一个钱 但这钱实际上 没有任何的流通作用呢 只是一个那个王公大臣们之间的一种 显示自己地位财富的一个象征物吧 这是白鹿皮钱 后来呢在唐朝的时候又出现了非钱 但是非钱呢也不像是也不像是纸币 而更像是一种银行之间的往来凭证转账凭证 等于带着一个银行支票或银行本票那种感觉似的 但它不是货币 焦子呢在宋朝的时候最早是在成都出现的 最早的时候叫私焦子 就是有一些有些银户吧 他发行的这个他自己弄的一些密压 然后呢小数额发行了一些这样的话 就是做做做一些商品交易的时候 就不用携带那些那些金属的钱币啊 因为成都市没有铜币的 他只能用铁币 而铁币呢又特别重啊 你要买个东西一罐两罐的好价 那都沉死了 如果买个大东西的话 那你你拿车驼这些钱币就特别不方便啊 所以就有一个焦子最早是私焦子 后来呢又联合了16个那个商号吧 或者叫银号联合发行了一个也是私焦子 但是这个呢就更进一步了 这有16家商号银号的密压在里面 这样的话就是那个防伪系数更高一点 以前那个私焦子就因为防伪需求特别低 后来就被淘汰了 后来又出现了这16家商号联名的这个私焦子 但是最后也是充建同样的问题 就是防伪的问题 纸币最大的问题就是防伪问题 后来老出毛病老出毛病 最后呢后来官府就给取缔了 取缔以后发现不行 整个商品流通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最后刘娥在天圣元年的时候 就是刘娥和仁宗同时执政 刘娥垂帘听政的头一年 天圣元年的时候就开始在成都发行了官交子 这官交子上面就有这个省府的打印呢 在上面 而且那个制作技术 手工艺 手用的纸张啊都特别考究 而且他并不是像以前的交子那样 你上面随便写个数额 就跟那银行那个支票 你写个数额就可以 哎 这官交子上面明确写着一贯啊 五贯也好 三贯也好 这个就跟这现在的货币是已经是一样了 这个叫官交子哎 官交子出现极大的丰富了 丰富和加强了当时北宋的商品的流通 可以说是成几何技术的番 哎 这又发展起来了 同时也促进了这个北宋当时的编帽哎 对外贸易 当时当时对外贸易主要是对西夏和辽国嘛 是吧 辽国那时候禅元之盟以后就不打仗了 不打仗以后 辽国就跟北宋做生意 一百多年就就就没有打过仗 然后呢 辽国呢 也有他们自己的优势产品就是牛和羊 牛和羊绕老卖卖到北宋 北宋呢有大量的东西 比如丝绸啊 特别是茶叶 茶叶就卖到了辽国赚了很多钱 当然这个北宋跟辽国的这个这个编帽实际上是一种逆差非常大的一个编帽 北宋卖出很多东西 但是辽国呢买不进来 辽国呢也卖不进来什么东西 就是说这个进出口逆差是很大的 但是没办法 这国力摆在这呢 后来辽国呢就就就想了别的办法生财就是什么呀 做二道贩子 这很有意思啊 这个这个这个宋辽编报其实很有意思的 辽国后来做二道贩子 怎么做二道贩子呢 辽国跟宋国比 宋朝比 他是一个小国啊 但是他要跟后面的国家比 就是他背后的比如说秋辞啊 榆田啊 这些小的国家比 他可是个天朝大国 而且他正好挡在了宋朝跟那些国家的一个那个必经之路上 他是在咽喉药道那一直站着 所以呢 他就从宋朝买东西 卖给那些小国 卖给秋辞 榆田那些小国 他也赚了不少钱 所以呢他也乐意 所以当时呢 当时的宋辽的编报使用的就是胶子 辽国也想发行自己的货币 但是没人认 宋朝人不认 最后辽国那货币啊 就变成了那个委内瑞拉币了 就就已经没人要了 这是又又跟又跑题了啊 我马上又得跑回来 在经济上发行了胶子 对商业经济是有很大的发展 胶子呢 这胶子啊 在仁宗时代一直是发行的很好 仁宗第一是限制这个胶子的发行的数量 就是限制货币的投放量 第二他就是呢 他有用十大十的那些抵押物 不是他有真的铜真的钱 就是放在银行里做抵押 然后再发行纸币 这样的话就维持这个平衡 就不会导致通货屏障 到后来胶子就变了味儿了 特别是到什么时候呢 到了徽宗时期 就是蔡京 他那时候的胶子发行就已经是烂发了 就瞎印了 完全违背了这个经济规律的这个瞎印的 这就改成印钞了 那最后交子就把整个这个北宋的经济也拖垮了 这后话以后咱慢慢再谈 好 刚才咱们说了刘娥有屡武之财 现在我们说他无屡武之恶 刘娥呢 执掌最高权力呢 长达十二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呢 有很多反对他的大臣 从最开始的扣准 丁卫到后面还有还有很多很多的大臣都反对过他 包括他被他重用的范仲淹等等这些人都反对过他 但是他自始至终没有杀过一个大臣 一个朝臣他也没有杀 顶多了就是给他放逐 如果他的罪恶滔天罪行很大 甚至有毛反的嫌疑 比如像扣准 他就把他放逐到更远的地方 比如像丁卫 就是越远 就是你的罪恶越大 但是我也不会杀你 不光是对大臣啊 还有对那位特别特别贤的那位八贤王 这个贤是那个贤的经常惹是生非的这个贤 对这个八贤王 虽然他也是经常是搬登是非 但是刘娥对他也不过是用高官厚禄把他养在家里头 顶多就是不让你上朝而已 还有啊 对于李晨飞 如果刘娥想瞒住仁宗的身世的话 其实很简单 他只要把知道这件事的人从上到下全部杀干净就可以了 他可以把接生婆子杀掉 把侍奉的宫女杀掉 他周围宫女的人全部替换掉 全部杀掉 那么这件事情就没有人知道仁宗不是他亲生的了 他可以做得到 当时他执掌后宫 而且这位李氏夫人不过是他的一个侍女 要杀死这么一个人的话就跟碾死一只蚂蚁 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但是刘娥也没有这么做 他反而把这个李氏得养起来了 虽然说没有给他很高的那个那个妃嫔的地位 但是呢 毕竟保他一生的一生无忧 再有就是对宋仁宗赵真 如果刘国想称帝的话 那赵真无疑是他前进路上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只要赵真在 别人就不会拥戴他成为真正的皇帝 所以他如果想不屡武的后尘的话 那么杀赵真是必有之路 但是呢 他一直也没有这么做 我相信他连有这样的想法都没有过 这就是说他没有屡武之恶 我想这方面是很容易搞清楚的 好了 我们前面说了他有屡武之才无屡武之恶 那么我们再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屡武之心呢 也就是说他到底想没想真正的当这皇帝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看几件事情 首先看当时的年号 年号是天圣 天怎么写 一个二 一个人 把这字拆开了就是二人圣 就是二圣时代 在历史上有过一个二圣时代 就是唐高宗 李治和武则天 那个时代号称天皇天后 那是二圣时代 结果怎么样 结果就是武则天成帝 确定二圣的年号 我相信一定是经过刘娥的首肯的 在刘娥的心目中 这个王朝当时就是有两个太阳 就是二圣 能跟天子齐名的那能是什么 天圣这个年号呢 总共使用了十年时间 在北宋的所有年号中 这算是使用的相当长的一个年号 只是到了刘娥执掌权力的后期 才把这个年号改为了明道 也许从改成明道这个时刻起 刘娥已经没有了成圣之心了 因为那时候的人宗立赵真已经长大成人了 在这个天圣年间呢 有很多事情都我们都可以隐约的看出刘娥在做一些试探 比如说在朝堂上有人公开的就向刘娥建议 让刘娥行武后之事 那什么意思 就是让刘娥称立 当时刘娥呢 就看看群臣的反应 也没有答应什么 而后呢 又有人向刘娥进献武后临朝徒 这个大臣叫成林 后来的开封福尹 也就是后来包拯担任的这个职务 开封福尹 这位成林呢 向刘娥进献武后临朝徒 当时的大臣 当时朝上的大臣都面面相去 都看着刘娥的反应 刘娥也看诸位成功的反应 然后刘娥就把这幅图扔到了地上 大声的说 我绝不会做这种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事情 我不做武则天 当时朝内众臣都是颇为欣慰 也颇受鼓舞 但是后来这位叫成林的大臣呢 却是官运横通 一直没有受到这件事的影响 反而获益 而且成林这个大臣 我们都知道 他本身就是刘娥最信任的大臣之一 再有刘娥曾经问过当时的相当于宰相位置的 一个大臣叫鲁宗道 这是一个刚直不恶大臣 他问着鲁宗道啊 说你觉得武则天这个人怎么样 这鲁宗道非常刚直 想都没想就回答说 这武则天霍乱朝纲 大唐的江山几乎断送在他的手里头 这是一个坏女人 当时刘娥就不说话了 没有继续说下去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他就是试探试探 这种朝真朝中大臣的反应 最后他也没有处置这个鲁宗道 鲁宗道在朝里最后是做到了善终 所以从上我们能看出刘娥一直在试探 也许他在想有一天他能不能登上那个最高的位置 这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刘娥如果这么想的话 那他就不是什么一个好人 其实大家设身处地的想想 刘娥毕竟不是南宁格尔 不是圣女特雷莎 她就是一个在权力场中的女人 她二十多年来 离最高的权力只有半步之遥 难道他就不想登上那个位置吗 而且在那个位置跟不在那个位置 好多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前很多大臣反对他 并不是因为他做的不对 仅仅就是因为他是女主临朝 仅仅就是怀疑他会继武则天的后臣 好多事情他做的都很困难很艰难 远远比上面的朝堂上做的一个姓赵的一个男子 要难得多 所以他也想登上这个最高的位置 但是他始终也没有这么做 为什么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履武之恶 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 那么他所要面临的肯定是一场正式上的血雨腥风 整个王朝整个国家都会被卷进去 那么不知道多少大臣 他相信的那些正义的大臣 会因此人头落地 甚至最后的人宗皇帝 也不管他多么疼爱这个孩子 他最后一定也要把人宗皇帝杀掉 这是他的庇佑之路 就像当初的武则天 几乎把理性子弟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杀了个金光 才能稳固住自己的政权 刘娥通使 他一定知道这样结果一定会发生的 这是其一 其二 他可能还是忘不了宋真宗对他的嘱托 宋真宗当时临死的时候 把这个国家交给他 可能也是源于对刘娥人品的信任 知道他这人心地本善 不会做出那么恶毒的事情来 所以才把这个国家 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他手里头 刘娥呢也不想辜负了这份信任 放弃了这份嘱托 再一个 我相信在刘娥的心目中 很明确的一点就是设计为上私欲辞职 他肯定会想到了 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江山设计可能会出现一个不可挽回的结果 所以也许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在最后的那次太庙的祭典中 他一定要穿上天子的滚服 当时众大臣纷纷反对啊 有一位叫薛奎的大臣 那是宋真宗时代的老臣 就直接说太后你要穿天子的滚服 那么你是以男身还是女身去参拜列祖列宗呢 反对的声音非常大 但是刘娥执意要这么做 在他的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 他好像只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义无反顾 坚决的执行 你不管怎么反对 我都要去做 为什么呢 我们不是刘娥 我们也无法猜度他心里怎么想的 因为我们没有在他那个位置上 我们只能大胆的假设一下 也许这是他最后的那份执念 也是他执掌权力以来一直心里的那份执念 他知道已经不可能再去做什么皇帝的梦了 他只是想至少在形式上满足自己内心的一个面向 或者他也是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心中长久的那份不满 或许他所要求的就是一份承认 承认他不仅仅是一个好儿媳好太后 而且他也是一个好皇帝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又会有一个问题 仁宗皇帝曾经在大殿中问下面的群臣 说太后临终的时候死死抓住自己身上穿的天子棍冕 又说不出话来 太后到底想要做什么 当时呢 又是那位薛奎的大臣出来说 太后是不想穿着这套天子的棍冕去地下见真宗皇帝 所以请皇上 让太后换上皇后的服饰 这样太后才能安心 于是仁宗恍然大悟 这在史书上说的仁宗恍然大悟 于是就命人在太后还有意识的情况下 换上了一套皇后的服饰 最后这位刘娥还是穿着这套皇后的服饰下葬 如果刘娥当初参拜太庙的时候 他真是这么想的话 那么他最后的愿望真的就是想除掉这套天子的服饰而换上皇后的服饰吗 如果他真想这么做的话 从太庙回来一直到他病重 这期间几天时间他为什么就没有换把衣服换下来呢 他为什么一直穿着这套天子的棍冕呢 也许刘娥最后的愿望就是我要穿着这套衣服去地下见宋真宗照恒 可是这毕竟是在一个男权的社会 是一个皇权高于一切的社会 仁宗之问 薛奎之答 这是一个君臣之间的一种默契 最后也就造成了刘娥刘太后的最终的遗憾 他的夙愿终于未能得偿 我想这就是刘娥的这一生 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 刘娥可以说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 他把一个击毙已久的宋真宗留下的那个社会 整理成一个勃勃向上 持续井然的社会交到了宋人宗照真的手里 我想如果宋真宗权下有之 也一定很欣慰当初他做出的这个决定 而刘娥不管他穿着怎样的服饰 他都可以坦然的面对宋真宗照恒了 以上就是关于刘娥的这两期节目 有些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 朋友们见仁见智都可以发表意见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在以后我们还会继续随着剧情的发展的介绍更多的有关宋朝 一些星光闪闪的那些人物的故事 典故等等 希望大家继续观看 谢谢大家再见